蓝天白云 绿草如荫 对比家乡的残酷战争 三位乌克兰大学生来台湾读书 也在这里感受和平的日常 20岁的福塞克坦言 共产主义执政 为生活带来不方便 他和另外七位乌克兰同胞 都在乌尔开战之后 拿到奖学金来台湾读书 民主政体吸引他 而东海大学宿舍附近 频繁出现的战机声音 更让福塞克感到熟悉又害怕 第一次会让我很害怕 因为我有那个战长 已经开始的影响 另一位女学生认为 虽然台乌同样有野心勃勃的邻居 但台湾有一点更幸运 台湾是高科技中心 它真的很危险 如果中国会派台湾 它会影响世界贸易 来台念商学院的库普利 最终还是想要回到乌克兰 推动台乌双边贸易 而家乡就在乌东前线 卢干斯克的男学生 呼吁台湾做好准备 炮火打在乌克兰 她说到头来保家卫国 乌克兰人还是得靠自己 四位代表接受访问的 在台乌克兰学生 虽然很想念家乡 但他们来台湾不止读书 也亲自体验一回 台式民主自由的味道 新新闻 吴洛宇蔡崇满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